我們都知道像AI一定會帶來新的自動化、機動自動學習 會改變生產模式 那對於一般民眾的生活,它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現在大家已經很多在使用語音助理了 所謂語音助理就可能是我以前在蘋果有幫忙開發的Series 或者是現在的Alexa、Google Home這些東西 以前我們都要學助音輸入法或者拼音或者是其他輸入法 但現在新一輩年輕人可能最多用的就是語音輸入 語音輸入在以前它沒有辦法聽得很清楚 或者也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很正確的一個拼字 所以你回去糾正它的時間 還不如自己就用助音輸入法打一打 但是現在到了最近幾年它的正確性已經高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不用再花什麼時間大概意思就會是對的 所以到發展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那我們本來花再打字的時間就節省下來了 這就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用途 那像人工智慧它自主學習越來越聰明 就是有沒有可能未來它會變得人類會怎麼辦? 它會不會被人類或者是一些比較繁重的 比較機械式的工作會被取代? 它會不會造成失業或者是什麼樣子? 我想我們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都有比較需要人跟人性交流的部分 好比想說你現在在採訪我 裡面有一些比較枯燥的部分 比方說回去之後把我講的話整理成文字 那所以一個人的工作裡面一定有 你剛剛講的枯燥的部分 跟比較需要創造力 比較需要溝通能力的部分 那所以與其是說它取代人的工作 不是說它提升人的工作裡面的工作品質 那像是像台灣現在的AI在全世界來看 它是發展算是比較前面的嗎?還是比較後面? 我們AI如果只是當作一個計算機科學的一個 就是學門來講的話 當然台灣的研究者發的paper 不管是在質量上面還是Citation數量上等等 那個在全球都是相當領先的 也就是說我們有非常好的AI研究者 那之前的主要困難就是說 這些研究者到一個程度就去國外發展了 這個是很常見的 就是我們等於是在幫國際的大的AI的實驗室 或大的AI的廠商 培養他們的領導人 跟培養他們的第一線的研究員 那但是這個趨勢在最近兩年以來 開始有一些翻轉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從微軟說 要有一兩百人的一個AI的Center 到接下來Google Auth就是以前的Yahoo NVD 然後基本上他們一家大廠 大概都發現說 台灣原來有這麼多額外的AI的人才 他們不需要等這些人其中某一些去細谷找他們 他們可以直接來這邊找我們 所以這也讓台灣投入AI新創的朋友們覺得很受苦 因為在以前你一定是要到大的這些市場 你才能夠找到結盟的朋友 那現在這些國際大廠在台灣都有AI的開發的實驗室 所以就可以第一手的去接觸到這些開發人的研究人員 那預期像這些大廠 不管是狗養護還有微軟進來之後 可以預期說未來會對台灣帶來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想有一個最基本的影響 就是說我們在以前 我們還是拿語音合成或者語音聆聽來講好了 如果你要你的手機上面的人聽得懂 你說的話的話 那其實這個AI它當時訓練的時候 可能不是用台灣這邊的口音 所以你就要變成咬字要很清楚 而且這個公代意 對 不行啊 對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這些大廠來台灣 我們跟他們的合作 就是要把台灣的所有的在地的使用的情景 不管是剛剛講到的就是台灣的台語 台灣客家語 或者是其他原住民作為語文等等 按照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這個概念 我們也在跟很多的國際大廠一起合作 那我這段很會重來 我想要先講 我想要先講合作 再講 再講以前 因為講以前很爛 好像不知道 這段重來 就是說你問的是說 這些AI大廠來會造成什麼影響 對 我覺得很令人高興的就是說 他們來的時候 不是只是所謂帶著國外的技術 來改變我們國人的生活 而是說 願意讓我們這邊的工作情境 跟我們這邊的生活情境 去協助他們開放他們的AI的這個發展 那我們舉實際的例子來講 好比像說有一家叫做Mozilla 它是做火狐Firefox的這個瀏覽器 那它在台灣 就是以台灣的研發人員 幫助他們全世界的Firefox 設計出一個叫做Common Voice 就是大家一起來錄 然後教機器 聽得懂我們這邊所說的話的腔調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的每個地方 像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就是華語的腔調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在以前如果是國際大廠 自己去做訓練 都是找一些就是很專業的一些 生友啊去做訓練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要你的手機 聽得懂你講的話 其實你在咬字上面 及腔調上面 或多或少 還是會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當現在 有像Common Voice 這樣計劃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最自然的方法 來講話 那這樣他還是可以聽得懂 那接下來 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那就不只是台灣的台語 或者客語 也包含原住民族語言 以及所有在台灣 通行的可能新住民 甚至國際的語言 都可以以台灣這邊的腔調 來進入人工智慧的學習的 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在此之前 是我們少數的人 去這些國際大廠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所有在台灣的民眾 都可以來參加 像這樣子一個 跟人工智慧協同一樣的過程 那在推動AI 像跟他說的 讓民間更 也可以參與這個部分 就是數位正維 就是作為數位正維 你會覺得說 可以做什麼嗎 當然一部分 是讓大家知道 有這些事情嘛 比像說 11月的時候 我就預計 要在我們的文化實驗室 就是空總那邊 公開的 就錄兩個小時 的common voice 就是我就會開始看著字 然後用我最自然的這個語調 然後就錄影 等於是訓練人工智慧 給大家聽 給大家看 所以可以透過這種 公開表演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樣子一個場域 大家都可以來幫忙 那又或者像說去年 我有幫麻省理工學院 去借了一個場地 就是我們這邊的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它也是在空總文化實驗室裡面 那他們就是帶一些 自駕的無人的三輪車 然後在裡面去開 那因為是三輪車 所以其實速度不快 然後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雖然沒有撞到人 那但是呢 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不只是說 我們要更了解 這些就是無人車 它怎麼看這個城市 這些無人車 也可以讓我們更了解 我們自己的城市 也就是說 因為它是open source 就是它原始碼是公開的 大家都可以去進行修改 所以說 就像我們人跟狗 是以前從就是 猿猴跟狼一起演化來的一樣 我們現在也可以去教這些 這些無人車說 如果它碰到一個新的情況 它不知道怎麼樣反應 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情緒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動作等等 它讓旁邊的人才能夠理解 它所在的這個內部狀況 那同樣道理 我們人做了什麼動作 有什麼樣子的互動 那它可以知道說 現在我們有這些動作 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 如果你有城市的能力的話 來幫忙改造這些無人車 那如果你沒有城市的能力 但是你願意來幫忙 進行一些相關的模擬 或提一些相關的idea 就像去年的那個 就是MIT的黑格總一樣 我們在接下來 會有很多這樣子的活動 也是邀請民眾參與跟認識AI 然後不會再覺得說 它幾個冷冰冰的科技名詞 它其實是可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發揮功能 對 而且是你可以參與的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其實全世界現在都有 AI的人才在荒的問題 台灣有這個狀況 台灣還好欸我覺得 因為主要是因為台灣在這邊 我們的就是基本的城市 設計的這個教育 或者資訊科技的這個教育 其實一直都是相當紮實的 所以我們現在缺的並不是說 AI的研究人才 我們現在反而是需要的是 AI的應用人才 就是拿這些研究出來的東西 回到可能中小企業 回到可能各種各樣的流程裡面 然後去進行一個流程栽造 就是去檢視您的工作 裡面哪些部分是蠻融的 就是你覺得這部分 隨便是來做結果都一樣 那這部分的工作 如果你能夠有一個 流程檢視的能力 其實你不需要會寫程式 你只需要知道說 這些工作部分 是AI可以來幫忙解決的 然後把這些部分拋出來 當作我們 好比像說這個 AI訓練方案 我們有一個叫做 一戰代訓的一個概念嘛 就是說你要學 AI實施設計的時候 你用的這些題目 就是這些中小企業朋友們 拋出來可以讓AI解決的題目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 訓練方案裡面 基本上的學員就是解決這些東西 那讓它解決完之後 它就可以自然融入我們目前的中小企業的生產流程 那它等於就變成 同時具有導入AI的能力 跟去想新的AI的應用的能力 因為AI的基礎演算法 我想這個部分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它的應用才需要大家的創造力 所以算是找到了有應用的人力 然後再結合可能我們有很紮實的始作的能力 或者是設計AI的人 然後再去一起去解決算是問題 不管是中小企業的問題 或是生活中的問題 對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像我們有辦一個總統被黑客送 那在裡面台灣自來水公司 他們有相當多位老師傅 就是帶著像聽診器那樣去聽 可能漏水的這些地方 那AI它的適合解決 就是說它需要一些判斷 但這些判斷呢 它比較沒有主觀的價值判斷 它是客觀的情勢的判斷 而且它有相當多的資料 像水壓水流量這些資料 所以說它累積了這麼多水壓水流的資料 跟這些老師傅的判斷 他們就在總統被黑客送裡面 拋出這個題目 找到很多寫AI的一些朋友 那這些朋友們 就幫他們建立一個像機器學徒 他可以去看到這些水壓水流 就去預測說 這些師傅們 比較可能覺得這邊漏水 或比較覺得這邊不漏水 最後還是要師傅回去去檢查 但是師傅們的工作的quality 它的品質就增加 因為他不用聽一大堆沒有漏水的 再終於聽到一個漏水的 他可以機器把最可能漏水的排出來 然後呢 他就按照這個狀況去做 所以本來他可能要兩三年 才能繞全台灣一圈 但現在這個時間 就縮短到本來的十分之一 那像這樣子的AI運用 我們目前 這個團隊裡面也有人 目前現在就在紐西蘭 正在幫忙紐西蘭政府 解決他們的漏水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 就不是只是解決台灣的漏水問題 也是我們外交 所謂暖濕地的一部分 像我們自己採訪的例子是 張宥辰 就是Victor 他設計的一塊是寵物的 那他也是可以判斷說 如果種物單獨在家的時候 如果他有異常狀況 譬如說有人闖空門 或者是火燒 他就會即時的退播到反應 其實 我們想像他的AI 好像都是只能在工廠當中 那他其實是可以跟我們結合在一起 而且他不是這麼遙遠的東西 對啊 他是對生活周遭的 然後 所以像 因為像 就我所知像 法國他們其實可能 從小學 或者是現在 基本教育就會 教我們一些基本的程式篇嗎 我記得我以前 疑似有學過 但我現在 什麼都不記得了 就是這一部分 會需要再加強嗎 就是所謂的數位試讀 在基本教育的這個部分 對我想 就是自動訊的這個試讀 然後以及媒體的素養 是我們新課崗裡面 三面九項裡面的其中一項核心素養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個禮拜 上個幾堂課而已 雖然那可能也很重要 而是說 在學每一個學科的時候 老師都是從以前的 好像是一個權威的角色 慢慢變成是說 我跟著小孩一起去運用網路上的資源 甚至去運用一些AI的技術 然後去讓小孩知道說 都不能夠在網路上面看到胡適的照片 就覺得這句話真的是胡適這樣的 或者是說 小孩可以去跟一些AI的機器人去互動 去問更有意義的問題 但是一方面也是保持一個批判的 這個思考的一個態度 所以這個是我們新課崗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那關於AI它融入教學 變成教材教法的一部分 那這件事情 我們目前也在跟教育部的朋友們合作 那他們應該在一年左右之內會提出 就是在12年國家新課崗底下 AI如何融入教學的這樣一系列的想法 除了小姑教學有沒有可能讓小朋友 或者是學生有機會去參與到AI的設計 或者是發想或者是 對啊當然 就是說這裡面有兩個嘛 一個是說大家都要有充足的頻寬 然後跟做AI運算的一個資源 那所以我們今年年底 我們的那個國網中心 就會有新的這個AI cluster 就是我們所謂的 所有的國有雲啊 就是AI雲啊 那這個雲裡面用了大量的 開放月碼的一個技術 那未來就會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讓所有的教育單位都能夠去存取 都可以去使用 所以學生想到一個idea 他不用自己再去買很貴的一整塊GPU 他就可以運用這個公用的一個資源 去驗證他的想法 去等於去訓練一個AI 跟他一起長大一起學習 那當然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他也需要有足夠的頻寬 去下載這些模型去上傳這些訊號 所以我們在不管是任何偏鄉啊 原住民族地區啊 所有其他這些地方 我們都會落實 所謂寬頻人權的這樣一個想法 去確保說他們至少要有 可能是1Mbps 10Mbps等等或以上的頻寬 來讓他們在學校 至少學習的過程裡面 更多回去的朋友們是平起平坐的 就是在一級設備方面沒有問題 創意就是就是看個人這個方法 是 那我們進到就是行動支付這個方面 其實台灣的行動支付相較於 中國或者是南韓 不是比較慢的 那就這方面有什麼對策 我想行動生活了 不是只是行動支付而已 因為行動支付它是在很多地方 它好比像說非洲的肯亞或者其他地方 對其實都是因為他們上一波做的不夠好 好比像說他們沒有可以信任的提款機 好比像說他們微潮猖獗 好比像說他們的電子支付沒有發展好 電子支付就是yoyo卡那樣子的東西 那但是台灣因為前幾波都發展得非常好 所以說除非行動支付真的比較方便 那不然的話大家其實是沒有想要用的那個動力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第一個要把它變得真的比較方便 好比像說你掏手機出來刷這個付款 跟你拿一張yoyo卡出來付款 其實現在很多人會覺得拿yoyo卡比拿手機來的方便 但是如果是手錶 那就有一些人開始覺得手錶可能比較方便 因為它本來就在我手上 那如果是指環的話 那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指環比較方便 因為指環它就是放一下就可以刷了 那在以前像發展指環的這樣子一些朋友們 它就會受到現行的一些法規命令的一些限制 因為好比像它的感應的這個寬度 它需要從三公分放寬成十公分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是第一個我們不要擋住創新者的路 就是當有一個創新的真的比較方便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們不要因為一些過時的法規命令 讓他們沒有辦法繼續這樣發展 所以我們就有了沙盒實驗 然後有各種各樣法規調適的這樣一些工具 讓這些引領社會創新的一些朋友們 碰到法規擋路的時候 我們能夠很快的快速解決擋住他們的路的法規 這個是在政府不要擋路的這一面來講 那在第二面來講 就是我們也要有一個示範的作用 好比像說接下來的花博 或者是接下來的很多的大型的這個會議啊 會有很多外國的朋友來 那他們很可能是也是用慣了行動支付的朋友 所以我們就要確保說他們碰到的每一個部分 不管是大眾運輸 或者是其他的工部門提供的這個資訊 或者線上的網站或者這些東西 它不是只是說你能夠用行動支付而已 還包含說它符合於全世界 慣用行動支付的朋友的使用習慣 包含有沒有良好的英文說明啊 包含能不能夠去就是反應到各地不同的行動支付系統啊 那或者是他如果願意待久一點的話 我們這邊的像贈人憑證 或者是說我們用來繳稅等等這些系統 對行動支付是不是友善規廢瓦斯 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從他們來造訪到他們來停留到他們來拘留 這些已經在國外養成行動生活習慣的朋友 我們也不要擋住他們的路 我們他們碰到的每一個點 我們都試著去把它解決 那我想大型的這種展覽或者比賽也是一個非常好 讓我們能夠去確保說今天碰到每一個點都不會卡住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階段的重點就是把這個補給性和能耗 讓已經有這個習慣或正在培養這些習慣的朋友們 能夠改到更便利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強迫 覺得說目前上一代就已經很好啊 的這些朋友一定要非得來這邊不可 這樣子 其實是可以平準的 當然可以平準 但行動生活算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嗎 從現在這樣看起來 我想就是每個人的接受度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好比上說今年是20歲以下的朋友們 那他看到一個螢幕 如果他不能畫 他會覺得螢幕壞了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年紀比較大的朋友們 還是習慣紙張嘛 那他螢幕這個不能畫線不能折紙 他覺得這個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想每一代他的使用習慣不同 每一代裡面也會有就是代監的 在一個世代裡面 那些early adopt doctor 就是想要先試試看的人 跟覺得大家都來用了 我在慢慢用的人 跟我怎麼樣都不想要改變習慣的人 這個都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同樣的就是我們是並存的 就是我們發展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不是以犧牲救的人的權益 作為他的前提 所以像行政院是希望說 在2025年的時候可以達到行動支付 有機率到九成 對 就是說有九成的地方 你只要想要用行動支付 你就可以用行動支付 那現在的進度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說在推行上會不會最困難的會是什麼 因為我們目前開始推的地方 就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 我剛剛講到的大眾運輸 那就是政府自己建制的啊 所以目前是沒有碰到什麼阻力 因為本來我們就是 自己在開資訊表案的時候 把這個寫進去就好了 那我想下一波主要的就是說 等到我們把這一波的普及率做起來了 那民間的朋友們 會不會覺得說 現在運用這個人開始多了 然後想要用行動支付的朋友們 會開始主動去問這個商家 說這個都別人都可以用啊 為什麼你不可以用 那這個時候它會產生一個 一個同優的一個效應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們覺得說 只要有一兩個點 讓大家看到說 這是比較方便的 比較安全的 然後也沒有任何疑慮的 那這樣的話 第二波它就會自然的就會發生 我自己問周邊的人 對行動支付的看 他們最大的疑慮其實都是很擔心說 欸以後什麼東西都放在手機上 那手機要是丟的 這什麼都沒有 對那就是像這個方面 我大家會覺得就是用錢包 結果也會丟啊 只是像這個 未來會不會出現一些 陰影生物行動支付出現的 更新型態的 例如說是詐騙 或者是新的數位問題 對我想這個其實在當時信用卡 這個格級出現 然後以及線上支付的時候 就已經有過了嘛 信用卡後如果被盜用 然後如果你的那個三馬安全馬 被人抄走的話 那別人就可以拿這組數字 那但是目前整個金融界也已經 這個發展數非常承受的處理方法 你就會接到簡訊 接到E-mail跟你說 欸這筆是不是你刷的 如果你說不是 這張卡馬上就停了 然後他就會寄一張這個新的號碼 給你等等 就是說後面重點是說 發生事情的時候 這個反應的速度 以及它這個擇性的透明的這個程度 那如果這個東西有的話 我想大家就比較不會感到慌張 那所以同樣的手機現在也有 就當你手機不知道放哪裡了 那你只要還有電腦或者還有手錶 或者還有什麼別的東西 你可以去呼叫你的手機 你可以去遠端去存取你的手機 甚至如果你真的拿不回來 把手機上的資料消掉等等 這些技術現在也發展得相當成熟 所以我想兩個 一個就是說手機做一個載具 它的安全性現在我們是逐步在提升 那第二個是說 未來作為支付的 行動支付的載具不一定是手機 我剛剛講的手錶跟指環 其實都已經蠻流行的 那很多別的目前也都正在開發當中 其實像手錶現在Apple Watch 至少一些Apple Pay 什麼的都已經是可以用手錶 但以普及率來說 或自己的經驗身邊在使用的人 還是沒有這麼便宜 對啊 還不夠便宜 對啊 再便宜一點 所以預期 這個也是一個技術門 一個經濟門檻 對 因為夠多人用 那它就規模化嘛 規模化之後它的單價一定就會降低 對 那反過來講 如果它單價還沒有降到足夠低 那我們就是靠我剛剛講的early adopter 就是先願意幫大家付點學費 付點研發費用 然後把這個流程弄得很方便很好 那當它真的變得很方便很好之後 你就會看到別的廠商開始推出 可能價格只有一半 因為它不需要研究 它只需要去把這個做法抄一份就是了 那我是覺得說創新有創新的工作 規模化有規模化的工作 即使是最後這些普及化的朋友們 也是這個市場很重要的貢獻者 那一個好的生態系 是這些朋友們都要接來 這樣 所以那在2025年達成九成的目標 就是這個 是樂觀的嗎 這是有可能的嗎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說 想要用的人就可以用 那當然相當樂觀 那我們如果是說 不想要的人非得用 那這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想法 好 那這邊 謝謝 那不好意思 我們可不可以再聊一下 讓我拍一些側拍的畫面 對對對 OK 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行動支付的確是像非洲 或者是像中國 然後中國之所以可以這麼 我自己的理解是因為他們所謂的保護機制 就是 各資的防備什麼的沒有這麼多 像台灣這麼多 還有銀行服務不好 我也超常去 對啊 對啊 那台灣這方面 所以我們只要 他比較說 這段這個 確定沒有錄音嗎 OK 就是說 他比較說我們 宣布不抓偽鈔啊 宣布這個便利商店 不可以放提款機啊 那這樣的話當然 怕數一下就衝上來了 可是這不是台灣的模式 那其實像 也的確像現在 其他的穿戴型智慧裝 其實還沒有什麼普及 但是其實我去看以前的智慧相機 或者是現在像智慧神經驗學 剛出來的時候都好貴好貴 對啊 所以其實這樣看起來 行動生活應該也會是這樣子 對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張白板 就是在試驗說 如果有一些人 他的健保卡 他想要放在手機裡的話 那能不能讓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 他的整個就醫的流程 比起他現在的塑膠卡更方便 但是這個東西也是小規模測試線 他不會變成是說 我們明天就要求所有人都改成這樣子 所以總之就是說 總是有些人想要試新東西嘛 那他甚至在很貴的時候 都願意試嘛 那這些人試出一個很簡單 很方便的方法 那就大量生產 那這樣價格一下就下了 像我自己今年報帳的時候 報稅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方便很 是 你用Mac嗎 是 對 但是明年還會有什麼 明年的話 我們Mac這個介面 會讓Windows的朋友可以用 對 所以也會持續更方便 對對對 介面也會繼續進行 對 然後明年比較大的改進就是說 不是只是綜合所得稅 就是所有其他的稅費等等 反正只要是財政部 他們那邊管的 那他們就會用這個的成功經驗 用相同的設計理念 去套在每個其他的稅的介面上 所以是可以在預期會有更方便 對 有沒有什麼是其實是 就是數位政委這邊默默在推行 但是只是一般人都不知道 數位 數位服務啊 數位服務我們大概都會想要 弄到人間皆知了 我們下個階段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一些大型賽事的時候 或一些大的論壇的時候 如果有很多外國人來台灣的話 那我們現在確實是在想說 我們有沒有更多就是英文的 可以讓他們感覺到更方便 因為我們在就是我剛來的就是2016年 我們有請規劃一個35個見習生 在2017年裡面去幫我們 把所有508個政府的各部會網站 裡面凡是蘋果或者是iPad 會淘寶 比方說它有Flash 或者它有什麼就是不支持的這些技術 IE Only 那些東西全部都修好 所以這是我去年的跟見習生的工作 那今年見習生就是 確定Android手機跟iPhone手機 看這些網站的那個行動感 都不會跑來都不會爛掉 所以我們也在想明年的題目是什麼 那一個可能性就是 所有有英文網站的地方 它的提供的服務不能比中網站差 然後以及這個英文網站 它上面的英文 必須要真的是看得懂的英文 而不是這個亂翻的 不是English 對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明年應該會治理的一個工作 那這部分是以人來解決為主嗎 還是以科技 我們當然會引進自動翻譯 所以其實AI也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那但是同樣AI也不是取代人類 因為你機器翻譯就算再好 最後它翻出來的東西到底就是 雲不雲乘 它有沒有一個好的整體感受 這個還是要好的編輯 它可能要同時懂台灣之間的文化 跟英美的文化 它才能夠確保說兩邊都不能做吧 但是確實如果不是有自動翻譯技術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一次大規模的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AI跟人類 就是協同發展的一件事 我相信每次的 不管是像工業革命的時候 機械取代了工廠 工人 大家也會擔心有事業的問題 那現在AI是一個新的支線或是什麼 對 那其實就是說 AI也是不會累的老師 所以你重新就業職訊等等 它不一定像以前一樣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 它也可以是一個比較好玩的經驗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像以後大學也可以念十年 就是你進去學一下出來 出來一下再回去的怎麼樣 就是說它不會有以前像生產線 就是你一定要念完幾年加幾年 就出社會 出社會不是成功就是失敗 那種很無聊的那種線性虛勢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很有機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現在也有所謂的寫稿機器人 所以就我們自己也會想說 會不會以後我們只剩下有溫度這個優勢 其他什麼都沒有 可是這樣子其實是比較舒服的 因為誰都不想當寫稿機器人 所以就表示說 如果任何兩個人來寫東西都一樣的話 那其實它也是無形之重 也是讓你作為你自己的這個獨特性無法顯現 所以就是說大家都是專注在一些 比較跟自己的生命經驗有關的事情上 我覺得這樣大家工作起來比較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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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